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跟那边 请客 我这专题不认说啊 老纯这句就没有狠话 他就是点点头 那就是很满意的结果 又来 清客 这都没到饭点了 怎么了 我今天不能回单位寝室睡了 为什么呀 我室友是个男性人他今天回家了 寝室就我一个人 我不敢一个人睡 了解了解 医生素食嘛 阴气重阳气不足容易闹 可以理解啊 这样我饿了我去吃我饭 你们那个老板聊啊 这 这老宋每次下班都跟饿虎下山一样 我也饿了 那走呗 咱们俩一块儿吃点东西 齐立场 你今天能不能陪我一晚 去哪儿啊 这次在家里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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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快 快 快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吃饭 怎么了 我还想吃 你还想吃啥 我还想吃啥 小笼包 想吃煮干丝 想吃牛肉锅铁 想吃 中原豆 无胸蛋 还有石锦豆腐烙 各一份 这么多你能吃得完吗 要不然这样咱吃完 我给你打包一份 饭呢 要一起吃才香 行 小笼包 我们的小笼包煮干丝 最后再来的牛肉锅铁 好 一共十二 谢谢 你把相机拿出来干嘛 你太慢了 你点这么多能不慢吗 这个 乳蛋给你一个 你昨天看电影的时候睡着了吗 我没睡着啊 我当时是在闭目养神 不过我看你好像在第四步的时候好像打瞌睡了 那你本天没有呢 我看你好像看某些片子的时候出神了 我没有 我 我没有 那就是看得很认真喽 我 也 也没有 那相机看得是要认真一点 我还等了你 什么 我还等了你 好想哭 你为 为什么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不知道 他就突然觉得心里很难受 就是 觉得 这么大的地方怎么就我一个人 不过我妈说 我好像从小就这样 就是 我反正只要睡不好觉吧 我就特别容易闹觉 然后脾气不好 可凶了 你吃饭 你看我干吗呀 你吃个包子吧 小狼 没事 没事 你走这边啊 走了 叶晓朗 叶晓朗 刚吃完饭不能剧烈运动 小心胃下水 叶晓朗 怎么了 小晓晓朗 小晓晓 你晚上没睡捉鬼了吧 捉你个头 捉男鬼女鬼啊 女鬼漂亮得很 好好 眼馋啊 说实话 我是真的真的建议你别陷进去 我知道你觉得有感觉 但是呢 你别只看到你想看那一面 女人的小舅舅你才没有脱 怎么 你是怕我被女鬼也洗干 行行行 你喜欢人也行喜欢鬼也行 只要别耽误咱们这些专题报道啊 放心吧 放心吧 金银饭店摆得不得了 南京嘛 也就这个条件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 一会儿到了刘总房间 见了人别多嘴 你就在我身后安静地听着 就 就算刘总问你什么 你也不用回答 光笑就行 一切交给我 我晓得了 我是有分寸的 刘总好 刘总好 你看我来的这里不巧啊 来 啊 刘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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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 dann 走 怎么样了 有苦了 是森的 这个日子下雨叫什么 叫啥 乔哥哥 许总 都在啊 恭喜恭喜啊乔哥哥 现在该叫乔姐姐了 不错不错 怎么样 第一次宣讲会有把握 来来来来 我们跟乔哥哥拖你好几遍 别紧张啊 我再穿个稿子 徐总快坐 快快快 到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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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坐 乔叔 乔叔 我也能几遍 乔叔 您带着我们啊 我还能帮您宣传宣传 那这种五本万利的丝 还有您选拳 那不都晓得了 你摸得奔进 别想几遍 那 那多少钱能几遍 标为五十六 臀为八十八 身高一六七 体重四十五啊 下一个 两位身高和体重的人 跟我去二楼排队面试 见面领导以后 要好好表现啊 标为六十五 标为八十四 来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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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帮给我 先把你拿一个 行 各位老师好 我叫乔四美 你有什么特长 跳舞 我会跳舞 你 你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声声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 照亮了我 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刻 你 就像那 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我虽然欢喜 却没对你说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我虽然欢喜 却没对你说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 你是有学过舞蹈吗 没有 我就是自己喜欢而已 那你是为什么喜欢跳舞呢 那你是为什么喜欢跳舞呢 我就看人家电视上跳舞 我就看着挺开心的 那你怎么不去电视台 或者歌舞团面试啊 我喜欢让人开心的事 我就在饭店也能让人开心 书房 天涼了 我给你织了件厚点的毛衣 你看看 书房 二爷 你又去逛街去了 没有 没有 那袋子里边装的是 新发的制服和英语材料 装定场还学英语啊 不是装定场 阿姨你还不知道呢吧 我影片上的一家新开的 社外饭店 马上就要去报道上班了 在那儿 这英语是入职培训的必修课 人人都得学的 你之前学的那点 都交给你初中老师了吧 何止是初中啊 小学 我那会儿 要不看那个 琼瑶小说呢 你呀是蚂蚁碰上机 活该 你说好好的中国人 为什么非你学英语啊 学英语好处多了 你能看看英文资料 看看英文书 你就是看这英文电影 你也能听懂人家说什么呀 英文电影 那是不是我学好了英语之后 我就能追外国明星了 你 你的花痴 你个小丫头 那儿又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赶紧回去学英语了 你 你这次怎么这么痛快 我们这英语啊 还有莫迪考试呢 积极德给自己起点福报 马伯伯再见 再见 好 秦宇 现在会输点又你们 买什么买 初房 我 刚才跟你说那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 我回来啦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去不去 你又跟我玩徐处敬曹英那一套是吧 好 我跟你讲啊 今天我还就真当一回曹操了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明天我就请假 亲自押你去入职 大哥我不是不工作 我是需要想清楚 我想做什么 应该做什么 你这有什么好想的 你大哥这么些年求过几回忍 一个巴掌都不够 就两次 两次还都是为了你们 一个你 一个你 你怎么总是逼我们嘛 我就是需要考虑考虑 你考虑什么 你考虑多久了 三个月有了吧 你自己想不清楚 我替你想 成天嘴上说考虑考虑 想想想想 你满脑子都在想什么呢 你现在是不是 还在想那件事 我跟你讲啊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听见了吗 过去了 你脑子里边 老想着那个大姐姐 对你没好处 大哥我跟你说了 你别这么说她 你什么意思 想跟我动手是不是 我过来 你说话 你之前说我喝酒 喝得像老头子 可你自己呢 你现在说话 跟老头子有什么区别啊 别说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得干什么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的感受啊 你跟老头子那种不讲理 自己说的算有什么区别 别说了 你再给我讲一遍 大哥 你们照顾你 大哥你别在这儿打我 你帮我打死他 打死我都快了 就去工作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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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二哥有工作了 我怎么不知道 二哥有工作了 我怎么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 你辞职了 高时结果出来了 你们又瞒着我干什么了 大哥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一点都不喜欢去装定厂上班 一点都不喜欢 我之前看到华美饭店的招聘信息 就知道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我就去参加考试 现在结果也出来了 我也过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去装定厂上班了 我要去大饭店上班 我好好工作 我去那儿当领班 当经理 我马上就要涅槃重生了 而且不是整好吗 这样二哥也有工作了 我不去装定厂了 只好让我二哥补这个缺 我到时候跟程程阿姨 说一声就行了 固定工作 正式职位 多好呀 干嘛呀 你 你干嘛不开心 多好的事 你假装假装开心也行啊 我去看大哥的脸色 看大哥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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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里面来了 我这地方小 也没地方坐 我这地方小 也没地方坐 我错了 哎呀 大哥你别这样 我错了还不行 哎呀别别 你可别这么说 我耽误起 大哥 我以前觉得自己这个大哥 当的还算合格 现在看看 自己的弟弟为了一个外人 差点要跟我动手 宁可去妹妹的装定场 也不愿意听我安排 妹妹啊 都要辞职了都不跟我讲 可能我是全天下 最成功的大哥了吧 你对我们好 我们都知道 这是我们长大了 会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说 如果我们真的什么都听你的 什么也不做 也没有主见 那不是更麻烦吗 就让二哥去装定场上班吧 本来我走了 那也确认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我没有阻止他做任何事 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为了一些有的没的自甘堕落 大哥 你也忘了我 别让我也堕落了 你又做什么用啊 我们那个饭店 非得让我们学英语 你也知道 我二十八个英文字幕 我都不认识 我怎么学啊 你笑什么 我可能教不了你 咱们俩学的英语 可能不大一样 好 我跟你讲啊 我工作忙得很 你要是半途而废 以后遇到什么事都不要来找我了 听见了吗 我知道 我俩哥 瞧哥哥 瞧哥哥 你爸不在家呀 他不在家 那么我们晚上再来好了 我同期 我同期 我的求大经理呀 我给你讲啊 我来找你呀 我 你到我家来找我干嘛 我这不是信的你吗 有事到公司讲了 走走走 哥 你明天是我学英语怎么学的 你说我要是真的把英语学好了 姐妹们 我们今天这里来新同事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乔二乔 就是乔四美的二哥 二乔 这就是车间 以后啊 你就在这里干活 好好向师父们学习 乔二乔 叫人哪 师父们好 小嘴真甜呢 厂长 你是真为我们着想啊 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可是一个男娃娃 人设也还是不够呀 你们哪 整天嘴上没把门的 过来 你们都给我好好带带二乔啊 二乔 你先干着 有啥不懂的 就多问问这个刘姐 对 刘师傅教你啊 刘师傅好好教 来 简单简单 来 这个给你 坐啊 坐坐下 你看我 这种天气 那个脚跟这个脚对齐 忙什么忙得这么累 你管我忙什么 哎哎哎哎 我们两个注意点 有年轻小伙子在呢 人家可没结婚啊 哦 你现在在这装正经 是谁昨天听说 咱们车间要来年轻小伙子 精分的要给人家做师傅的 好好笑 做师傅有啥好吃的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三立哎哎 三弟 我不是送你东西 我也不是查找你 我是我正经事跟你说 真的 关于你爸的事 有话就快说 你爸最近不是在集资 做生意吗 我有点闲钱 我也入了集股 集什么子 你不知道吗 现在好多街坊运营 都入股了 就是你爸和徐叔带的头 虽然徐叔做了几年生意 但是 要不是因为你爸 我是不会放心把钱逃给他的 我不知道什么集资的事 而且有我爸在 你才应该多长个心眼 我只提醒你一句 小心被坑 三弟 你是在担心我吗 这件事我会跟我大哥问清楚的 而且以后你要入股 是你自己的事 别来问我 早安 你 欢迎 欢迎 别笑 我的名字是 福 不优体 小 你这是要走火入魔啊 这英语发音太难了 你说我什么时候能说这英语 像绕口令一样 那么顺着就好了 大哥不是教你好多遍了吗 还没记住啊 别提了 我今天早上本来想让大哥 纠正一下我的发音 结果我一起来 人影都没了 对啊 今天早上我做早餐的时候 本来是有事要跟大哥说的 结果他饭都没吃就走了 估计是在忙专题吧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 你说以前 大哥上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又要学习又要写稿 还要在学校里边卖报 还要给别人当家教 你没见得像现在这么忙啊 而且他那时候还有工夫 抓好早恋 那日你太作妖 不让人省心 我觉得吧 他肯定也是恋爱 真的假的 但是 就算恋爱的话 也不算是什么蹊跷事 大哥这个年纪 恋爱还不正常啊 也是啊 人家明哥哥都要订婚了 不过 我还真想象不出来 大哥恋爱会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想象不出来的 肯定就是一看到人家女孩子 就想笑 但是又害羞不敢笑 板着张脸 他呀 都是重色轻媚 你说要是有个外国帅哥 教我英语多好呀 我肯定做梦都用英语说的 站站站站 我肯定做梦都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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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吃的喽 没事 我这还有 谢谢 我让你趁年开业的时候跟我一块儿来 你都不来 我不是不想跟你当电灯套吗 不过现在风水轮流转呢 现在轮到我照亮你和你的男朋友 男朋友 我说 你俩吃个关系啊 小朗 你又搞这一套 怎么有故事啊 小医生我跟你说啊 我小朗在宿舍里 老提醒你 我现在只要听着他来道道你啊 我真的我好 就烦得要死了 你知道吗 同病相连我也烦啊 你这小朗好一点我跟你说啊 别老吃小朗的喝小朗的 也别老做那些 你吹我干嘛 别老做那些无奇八道的事 我没有啊 你赶快吃一碗祖宗 我知道这儿 我记错了 不是小医生啊 好像不是她是吗 小医生 我可能喝极了 我试陪一会儿啊 你们先吃 这个 那个 小萌就是这个性格 就是爱开玩笑 别说你们俩还挺像 是有点像 所以我们两个处得特别好 我之前也没少拿他男头开玩笑 然后再加上上次的时候 我们两个打赌 我还输了 所以欠他炖饭 他就跟我算总账了 我又不是听沐昕这个玩笑话 宋哥今天谢谢你啊 让你过费了 小意思 又不是我请客了 谢我 我刚刚说的那个小朗的故事 就 小朗前男友们的那些事 小朗的性格就是喜欢藏着掖着 不过都过去了 但他性格不坏啊 女生嘛有点小凶心很正常 小朗不爱说他自己的事 可能跟他家庭也有关系 他家 你那同事没跟你说吗 没有啊 没 没跟你说呀 又不是我跟他出对象 我管他家是干嘛的对不对 你 怎么了 没事 不是 口红画出来了 嫌嘴特大 你嘴怎么了 没 没事啊 你没戴口红吗 我给你帮 不用帮我带着带着带着 带着 没事吧你俩 这人不挺高兴的嘛 我给你带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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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你这天这么好啊 坐会儿 来 干什么 开开 猜这人都知道吗 我觉得买了日报的市民都知道了 你还想看出了花来呀 这文章你比我了解呀 星月 你说你跟你女朋友怎么好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但是咱能不能 别做这么损利己的事啊 我也是刚知道 你不知道她要发表吗 不知道 行 那她这么的明长安道 你打算怎么着啊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难听啊 行行行 我说的都难听 我说的句句都难听 但是我还要再说两句难听呢 你能不能别直看你自己想看到的 就那个叶晓了 你认识她多久活不为 你了解她多少 你自己想想 那你又知道她多少 我只知道一个值得信的人 是不可能背地里搞这种小动作 我知道这点是够 你说就她 不经过任何力 你们在这儿正好 赶快去一趟专题部 老冯有请 好 怎么回事 这个报社的记者 是我的一个朋友 她偶然间看到我之前手机的这些资料 没经过我朋友 哪个女子朋友 就 就是那 普通女朋友 女朋友 别说女朋友 就是老婆都不行 有好的题材 互通有无 大家光明正大商量着来 都行 你胳膊子往外拐 帮着你女朋友啊 你有这本事 那你和她独立出来 专门做你们的独家采访 冯老师实在是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除了对不起你还有没有一句别的 这要是出了重大的新闻事故 你怎么办 好好的编片子 好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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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朝队成对不起 对不起 你做错什么了 我 我不该用我的名字 报道那篇新中福的时评报道 更不该挪用你的劳动成果 所以你就给我数了个彩编的名头 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和台里交代 那我 我其实把那个交上去之后我也特别后悔 我之前想选的那个题被别人选走了 我真的是没辙了 我才交得新中福 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审批了 又说因为时效性让我必须马上交稿 那再说了 你之前说好了会好好听我说话 会相信我的 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啊 但这也不代表你能擅自用我的资料稿子 我很讨厌 别人一直把我蒙在鼓里 等侄女包不住火的时候 才让我来救火 我这不是怕我跟你说的你们同意吗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会同意啊 我又不是宋清远 那也说不准 你们两个人天天在一起 中个加班也在一起 那我哪知道 他天天在你耳边上怎么说的我呀 这是耳边风 会洗脑的 你这是高看了宋清远还是看扁了我呀 我就没自己的判断力啊 好嘛 那我以后不这样了 我以后什么都跟你说好不好 那你要是还不能解气 你要不骂我 那你实在不行 你就打我一下 但是现在不行啊 我跟你讲 现在还没有下班呢 还有你 你不能打我的要害部位 还也不能打我的你 那打什么部位 你还真想打我 怎么你犯了错道歉 还成你打我了 财产 我饿了我们就是让人火锅吧 现在啊 不是都快下班了 没事的 走啊走 那你等一下 我之前是跟你说过我相信你 但我有一个要求 你也要相信我 你拿包了 等我一会儿啊 大哥回来了 嗯 大哥 四美又去拿野了 四美吃晚饭 得晚饭后才能回来 等会儿我再给你做几个别的菜 不用 我吃过了 你通吃火锅了 吃就吃 怎么偷吃 大哥 嗯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刚好 我也有事要跟你讲 那你先说 嗯 坐 你和一丁怎么样啊 四美跟你说了 不是 前段日子我碰见一丁了 她很放不下你 这小姑娘和男朋友 闹个小脾气很正常 但也要懂得是可而知 这谈恋爱嘛 哪能不闹矛盾 只要不是原则性 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两个人就都退一步 你要是不好意思讲 我回头给她打个电话 我跟她说说 不用 我觉得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过算 你别胡说八道 你别胡说八道 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讲 我这 饭好了吗她 我听说 爸在搞清楚 你妈吃什么 现在该左右 就是两个人 都不是弓箱 你也不可能